你不敢看我 敢 那为什么不敢 不想看 了了啊 我去跟剧院申请 换别人去比赛 不行 你怎么说呀 你总不能说 是怕女朋友吃醋吧 可我对她有抵触 肯定会影响比赛的 你为什么对她有抵触啊 她让我女朋友吃醋 熊猫 我其实很希望你去这次比赛 我想让你全力以赴 为国争光 可是 你能不能让小七陪你一起去 别提她了 她女儿生宝宝 走不开 女朋友都没有 哪儿来的女儿啊 他们家小猫生宝宝 她要留下来照顾 你还要留下来 你陪我去吧 看来你是要跟她一起去了 谁去谁小狗 不再见 我不去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有信心 再说了 我小馆还有一堆事要忙呢 我总不能一直黏着你吧 我知道你心里想着我就好了 想不到 在公交车上 见了这么懂事的一个女朋友 那你乖乖地等着我 我去给你拿个冠军回来 小馆在这儿 别太着急 小馆在这儿 别太着急 等我不远 你就放心地去比赛吧 等你回来 你好 盛先生 留在这个人家 我给你放个票 红闹 你快点 走 怎么能够 留我 安全 你这样 保护车 加油比赛 我等你回来 去吧 走吧 走吧 喝水吗 不喝 我给你带来这个 飞机上用 不用 你也不敢看我 敢 那为什么不看 不想看 我的别人也是这样 你例外 我对别人不这样 那我也是你的例外 开心啊 这些天 我会好好照顾盛景初的 不过你别 熊猫 你吃饭了吗 没有 刚到房间 还没收拾东西呢 你刚到那儿 肠胃什么的可能都会不适应 你吃东西不要太杂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就想好好看看你 聊聊 想我了吗 我 我不想你 那我是能 你只能什么 单方面地表示想你了 我去看一下门 我去看一下门 怎么是你 怕你吃不惯这些东西 专门点到中餐 一起吃吧 用不着 不想看见你 这个贺宇 看着还挺高冷的 怎么跟张立山 一个套路啊 还老跑人家房间吃饭 我拒绝他好吧 干得漂亮 陈亮 这些天我会好好照顾盛景初的 不过你不用谢我 因为他很快就是我的 韩玉 我虽然说是不会下棋 但是 盲目自信 不是你们棋手的大忌吗 盲目自信与修复成竹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啊 贺宇 明天见 我门的 盲目自信与修复成竹 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你帮我拆开汉碗 好 明天姚科师弟要请大家吃饭 说是要纪念他来九州半年 可惜你不在 那 你得帮我把我从头吃回来 舍舍 慢慢来一下 稍等 这边负责人叫我了 我要出去一下 好 那你快去吧 记得你也要好好吃饭 不过 不许吃贺雨送过来 当然 拜拜 拜拜